嗨 大家好 我是中哲 給叫我小黑 欸...我最近我有刺的 沒有刺眼才拍照 我先簡單自我介紹好了 就是我是台大的校友 我大概...我們那個分享的宣課 大概是從我們大二大三的時候開始做 那我現在已經畢業兩年 所以換算起來我們大概做這個宣課 大概做了四到五年 就一個選生雙面的角度來說 真的是蠻長的 就是有人就... 有朋友就問我說為什麼你會願意做這麼做 你做不起來你不會就把它收掉 為什麼你要繼續堅持 那當然... 我們做了這麼久說真的 真的蠻坎坷的 就是很辛苦 有想要放棄過 然後...團隊成員來來去去 然後當然我們的Business Model 創業最基本就是你的Business Model Business Model我們也有聽過也有改過 砍叫重練過 那...可是...就... 我自己個人來說 因為今天分享我就以個人的角度來 出發你的心得 就是順便介紹一下我們的服務 其實說真的就是創業像什麼 我們後來之前有聽過一個前輩的分享 他說... 你一般去公司裡面工作 你去當員工 你比較像是交女朋友 創業就像結婚 他是一個甜蜜的負擔 他很甜蜜可是他是負擔 為什麼 之前就有朋友問說 欸...創業很爽啊自己當老闆 你可能可以... 就是...可能就是... 今天沒事啊...就是... 打電腦啊... 有人幫你把事情做好 他錢就進來了 那狀況是這樣嗎 有的狀況人一定要知道 根本不是好 就是... 你真的是每天早上 你會... 被自己的意識力把自己... 踢起來 然後就是... 你隨時就去想說 要怎麼去幫你的公司賺錢 你的... 那你的... 中期使用者不喜歡 你要怎麼辦 那你要怎麼去包裝你的服務 你的品牌 所以他是一個... 牽扯到整個非常多的... 層面的一個... 行為 一個活動 那... 可是至於說 為什麼我要做 就是我真的是很希望說 像我那時候大學 為什麼會願意這樣做 就是因為... 那時候想法很簡單 我想要做跟人家不一樣的事情 剛好那個時候 我們的團隊成員也是 每個人都希望說 可以在自己大學的時候 做點不一樣的事情 只是... 不是不覺得已經坐在那邊 像有人這樣子 那... 就簡單開始 那簡單我們的... 在分享我們的團隊之前 先問大家一些問題 先問大家好 你們有騎過腳踏車嗎 沒有騎過腳踏車的舉手 有騎過嗎 那你喜歡騎腳踏車的感覺嗎 不喜歡的舉手 可能覺得騎腳踏車很熱 自己有腳踏車的人 有嗎 你會自己想要去買一台 有沒有人有過說 在猶豫說 欸... 我很喜歡騎腳踏車 可是買腳踏車 第一個花錢 第二個我要維修 第三個是... 重點是你要有地方放 有人有過這種... 這種增長嗎 在考慮要不要買腳踏車 大家都說 我買腳踏車 阿薩一都買下去了 一台四五千塊 甚至現在市面上 一兩萬塊的車子 一堆 所以基本上我們 要解決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讓你不買腳踏車 也可以享受到單車的便利 那回說到五年前 最早我們... 對超了五年 好久 這個... 最早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事情 我們那時候只是想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 台大的自行車問題 那為了讓我的分享看起來很有深度 就是我找到愛因斯坦來幫我代理 對 簡單來說 你要解決一個信有的問題 你要轉換思維 你不能用造成這個問題產生的思維 去想要怎麼解決它 那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 這個數字是我那個時候 五...大概四... 應該是三、四年前 我們自己實際去幫台大校園做了一個 單車的一個... 調查 我們去算 到底我全校有機開腳踏車 它的變動量是多少 那我們都算出來就是說 我們台大光是校總區 欸...唸台大的人 有幾個 可能一般人比較不會知道說 我們學校有這個問題 就是... 因為事實上我們腳踏車問題 真的嚴重到說 連新聞媒體都還報 就是說 我們的學生腳踏車 亂停 停到旁邊的巷子裡面 救護車沒辦法過 延誤人家救醫時間 那我們都算過 我們學校裡面 一天最多會有兩萬五千台腳踏車 就停在我們校總區 宿舍區 教室 周邊 然後晚上 放學 大家離開之後 還有幾個還有一萬五千台 那我們後來我們去做過一個問卷 大概百分之八十的人 腳踏車有被偷過 百分之八十 而且大部分 那時候偷都是偷 被偷兩三台以上 我自己就掉過兩台 我被偷兩台 你也被偷兩台 對 我甚至有聽過 有學弟他是一年掉一台 就... 莫名其妙為什麼會... 會這麼誇張 一年就掉兩台 你也蠻厲害的 對 那... 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台大修工同學 這個問題 他就是用原本的思維說 喔 我們台大修工 第一個 車很多 第二個同學亂停 他說喔 那就是... 車很多亂停嘛 那我就是... 出發 我們有個... 脫掉大車 我們在學校裡面都夾車的 就是從台大修工去 就... 就... 那同學 他就是有個很大的... 就是... 對啊 就像你一般汽車脫掉場一樣 然後就... 你去那邊看到上把台修工 就是違規同學 會被停了 會被調啊 那同學要自己去領 領的時候有時候不可能 現在好像新的規矩 是不是要把錢 後來好像是被拖... 三十五十塊 三十五十塊 對 好累積喔 累積... 那後來學校還有說 他請... 付錢請公讀生在那邊 這是我們大門口 他在那邊... 去... 跟那個... 跟那個... 建商一樣 台大修工不論 就覺得很奇怪 做這個... 你花錢請人來做的事情 會有效才怪 對 那這是... 這個是我剛才說的脫掉場 然後一般來說 我們腳踏車從學校裡面 拖出來之後 就放到這邊 那如果太久沒有人領 他就會報廢 那... 這是同學 他們一般上下課的一個... 很正常的景象 大家都騎腳踏車 最後呢 我們要講解的問題 所以分享什麼誕生呢 我們希望說可以讓同學 不要買自行車的 你也可以享受... 自行車的便利性 那我們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我們做事情很簡單 我們就是把... 我們會去提供腳踏車 提供給同學 譬如說你好了 你可能當年行政進來 你想要買腳踏車 可是你又不是很想買 因為要花錢 他就可以來申請我們的服務 那我們就約一個時間 我們把腳踏車... 一台腳踏車 直接提供給他 他可能要提供幾百塊押金 可是腳踏車不用錢 我們也會提供腳踏車給同學 那同學他們要負擔的義務 就是他要保管 維護 通常我們大概這兩到三個月 會有一次車輛 我們把它叫健檢服務 車子會請同學送回來 我們會幫他維修保養 然後... 接下來就是...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廠商 廠商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們把廣告放在腳踏車上面 所以就是說我們是等於說 讓同學去騎這個腳踏車 可是這個腳踏車 它是隨時在學校裡面流傳的 那這時候廠商他放的廣告 就等於是 在學校裡面 就會有一個很曝光的路徑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結合了三方 我們提供腳踏車 讓同學騎 然後我們腳踏上面 滑滑看板可以讓廠商來登廣告 那這種東西 尤其對於是一些比較主打 學生市場的廠商 一些品牌商 這是...應該說是他們... 就我們跟他們接觸來講 他們說這是唯一 目前一個可以真的是 進入校園的一個 比較實體的行銷的方式 因為一般法規有規定 就是你在學校裡面 不能有商業廣告 可是我們的廣告 不是放在腳踏車 學校裡面是放在腳踏車上面 所以我們是用這樣子的思維 這樣的概念在運作 那其實我們後來 剛不是說做了五次五年嗎 為什麼2011年才開始 那其實最早就是 其實我們團隊有吃過 學校校方一個很大的虧 因為我們最早想要做的概念 分享的概念 它比較像是 我在台大裡面蓋一個 U-bike的系統 然後所有的 我們那時候的概念是 所有的同學 你就拿你的學生證 你就可以有假車可以騎 那你騎 從假教室到假教室 你就要騎過去 那你教室旁邊都有停車站 那時候是這樣的想法 然後跟學校提 天啊我要超過時間了 然後... 後來我們就提了 花了兩年做一個很完整的企劃 然後提給學校 然後學校不過 然後後來也辦公廳會 也是沒有 所以後來就想說完了 被學校大打槍 那怎麼辦 那所以那時候團隊一路 就面臨說要解散 就說欸 不錯了 就剛好大三大四 這個時候就真的是一個抉擇 就是很多 我們團隊那時候 我現在就離開了 為什麼要找工作 開找工作 甚至家裡面反對 家裡面說你去衝你幹嘛 你繼續 你都念到台大 你去外面找工作 一樣可以賺起來 為什麼你要闖見 所以那時候是蠻增長的 那後來到去年 去年算是 我反而為是一個 蠻精彩的2013 為什麼 因為去年開始 有人注意到我們的服務 然後新聞媒體開始來報 所以有一段時間 是我們的媒體曝光還蠻好的 可是 它有效嗎 沒有 它是短期的 我們現在 我們後來發現說 我們原本學院 或者我們的 那個 很大的學驗是 廣告收入 可是廣告它是一個 非常不穩定的收入 今天可能有個廠商跟你說 我們也廣告半年 可是半年過後 怎麼辦 它不得了 那我就沒錢了 所以我們現在 對不起我講話太大聲 所以現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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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決定要開始 把我們的服務 推廣到其他地方 我們現在開始 把我們的分享 推到我們開始 又跟一些業者合作 我們把服務提供 社會大眾 當然它的 模式會不太一樣 那當然這個東西 我們剛好預計 下個月六月或是七月可能就會推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基本上 我們提供的就是一個 單車短注 比較划算的單車短注 我們是 一個小時15塊 兩千兩個小時免費 一天最後的送你50元 那我們的運作方 會是說 我們會去把 變成說這個東西 它就不會像校園一樣 我們會在很多地方設站 像我們現在是跟一個 台北市一個 蠻大的停車場所 停車場所的停車站 合作它提供場地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站 是設在西武前站 大家經過可以看 現在已經有一些夾子 放在這邊就是它的陽春 那我們倒是希望說 用這個方式 然後我們會用手機 完成所謂的單車界環 那我們這邊 我們網站 有一個陽春版的demo 可以做好 所以大家如果想試試看 可以來找我 那其實我們希望做的事情很簡單 這是一個簡單的示意 這個想法就沒了 就是一般來說 像我們看一般台大 它的夾車會像這樣 就是亂找找 大家亂停 然後這個像U-Bine的情況 U-Bine是可能 你會有很多停車格 那一個格子只能放一台夾車 可是我們希望做的是說 我把這些硬體裝置全部都拿掉 我只要有夾車 用手機 我可以控出更多的空間 可是我一樣可以達到像 微笑單車一樣的效果 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這是一個概念的示意圖 原本微笑單車 你用Yoyo卡 那到時候說 我們每個站點 我們只會有這樣的一個裝置 你用手機操作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現在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不買的時候 可以讓你可以用我翻車生活 對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